有要來到這個台北來開唱 尤其是在雖然十月份感覺時間還早 已經開始有稍微的計畫一下 到時候演出的內容了嗎 我在想一定會聽到這個經典的好歌之外 所有的歌迷朋友們一定都會敲碗說 我們也要特別的 譬如說台北上特別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驚喜 現在有開始在想一下了嗎 まだ私達も詳しくは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 でもやっぱ 我們本身也還不知道演唱會的內容會是什麼樣子 但是每一次我們的演唱會 都會有一些驚喜發生 所以我們也想要跟粉絲們一起期待 這次會有什麼樣的驚喜 那家庭呢 怎麼講就是內容的話真的是還沒有未定 但是這次算是還蠻特別的演唱會 因為是在海外 對AKB48在海外演唱會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比國內的演唱會更有一些特別的驚喜 對喔海外的進入到了海外的開場 不過想必對於家庭來說 那個心情肯定又會是稍微有一些些不一樣 真的 那大家一定都知道 其實AKB48一整個大家族 光是在日本全國各個不同的城市都有它代表的這個團體之外 姐妹團之外 好比說在去年開始我們也看到了AKB48 Team TP也是非常非常的活躍 好比賽 好比賽 那還Team TP的話 因為跟我同期同時加入的阿北瑪利亞 就是我們很熟 然後我常常在他的推特上面看到有很多很可愛的成員 就會藉機認識他們 確實 其實阿北瑪利亞同樣的還包括了整個Team TP AKB48 Team TP的這個成員們 他們都是很同樣的很投入很努力 然後雖然是同期的 但是一樣的在台灣不一樣的城市 一樣的繼續為他們的這個演藝的夢想來打拼 那對於佳麟來說呢 像說如果有機會可以跟AKB48 Team TP有合作的機會的話 現在有沒有多多好好來study一下 了解一下他們的音樂作品 因為其實我的同期也在團裡面 對對對 也算同期 對對對 再熟不過的話 但是一定平常可能沒有機會真的面對面的來交流或聊天 到時候在10月份就有機會啦 在我看上面合作上面的部分 那我也要問問看 Lena Ji 問問看家庭 第幾次來台灣 剛剛講到說 因為家庭有提到之前曾經有Fam Meeting的機會 Lena Ji 本身是第一次來台灣嗎 我之前有來台灣參加過見面會 然後當時有去九份 所以我覺得我留下對台灣留下印象就是非常漂亮非常美麗的地方 我一定要跟Lena Ji說這個九份 尤其是對於來自於日本的朋友們來說 是定番啦 那個完全就是入門第一課這樣子 畢竟旁邊多多少少也算是一個地主 你也可以問問看家庭啊 家庭有沒有什麼私房的景點 或者是熟悉的地方 你會想要推薦給Lena Ji知道的 有嗎 雖然說有點 離台北有點距離 但是因為我是台中人 然後上個月也有回台中 然後覺得台中真的是一個很棒很棒的地方 雖然說離台北有點距離 不過我很想推薦給成員 有機會的話 會推薦想要推薦給Lena Ji 想要讓我不只是Lena Ji 我只想所有的到時候有機會來 去台中一趟來回太辛苦了 太遠了公司有彩排等等 不過真的如果有機會能夠去到成員的家鄉 那個看一看感覺應該不一樣 那家庭這一次回來台灣 當然之前也講到說上個月曾經也回來過 不過每一次回來的感覺應該也都多多少少不一樣 有沒有一定想要做的事情 一定想要吃的 或者一定想要見到的人 回來的時候 一定想要做的東西嗎 做的事情啊 譬如說一定想要去哪裡走走啊 騎個腳踏子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一定會想要做的事情啊 可是我還蠻喜歡台灣的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 一定要去逛便利商店 嗯的確 妳好接地氣喔 所以這個 但很簡單就可以達成 對對對 那有沒有什麼一定想要吃的 或者喝的東西 嗯 我個人很喜歡米漿 米漿 對 妳說那個早餐店的米漿 對 米漿 米漿 所以有機會的話不想要介紹 如果米漿要介紹給 美娜吉知道的話 妳覺得它應該會可以接受度很高嗎 欸 我覺得應該可以 應該沒問題 因為其實日本人還蠻喜歡台灣的食物的 像現在在日本很有名的 現在在日本很流行的是 這是 Tapioca Tapioca 對 珍珠奶茶 Tapioca很流行之外 那也要先跟家庭要先預約啦 明天早上早起一點 讓家庭帶妳去喝米漿 好不好 因為這個在台灣是知名的這個早餐的 一定少不了的 很有可能家庭也都自己心裡頭 有一些喜歡的店 行きつけ 店行きつけ 剛剛講到了Tapioca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keyword 兩位平常本 我先問Ana姐 自己本身有喜歡喝這個珍珠奶茶嗎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大好 他很愛喝 據說現在蔚為風潮的話 所謂潮流人士手上都要拿一杯 你是第一件事情會是先拍照的那一種嗎 還是直接就邊走邊喝了 啊 飲了 飲了 我就先喝起來 拿到了馬上就先喝的那一杯 就是期待派的 馬上就是但是愛喝 那家庭呢 家庭這個 珍珠奶茶對妳來說這麼熟悉 現在在 對啊 很熟悉 還是要 還是也是常喝嗎 其實沒有到很常喝 但是之前有成員邀我去喝 然後我們就搭了 二三十分鐘的電車 然後排隊排了四十多分鐘 現在要喝一杯珍珠珍奶 要這麼大費周章 半年前 半年前 現在的電比較多 但是半年前 然後又搭了二三十分鐘的電車回來 只為了喝一杯 為了喝一杯 只為了喝一杯 不過當時成員超滿足 真的 他們就很滿 那妳那個時候感覺有沒有覺得 小層次這樣 因為畢竟自己很久沒有喝珍珠奶茶 所以當時是沒有什麼感覺 不過後來冷靜下來 仔細想想之後覺得 為了一杯珍珠奶茶 自己花了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真的有點嗯 到底是怎樣 而且這只是為了一杯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主辦單位 為了要開心的迎接兩位 而且今天這麼樣的這個 開心的好日子 Are you ready for it 我們的演唱會的主題 正式的宣佈以後 知道兩位可愛的小女孩 都愛喝珍珠奶 平常你們喝一杯嘛對不對 一次喝一杯 那個 雷娜姐也是一次喝一杯 一杯 一杯 有有有有有有 我們所謂一杯 我們今天來來來準備一下 平常會有一杯以上的嗎 現在講那個 稍微比較老化了 但是我們今天一次十杯奉還好不好 來我們一次準備了 一杯